早前,為了展示多個月來的努力成果 香港電視舉辦了一個節目視影禮 多位圈中名人出席撐場 包括陶傑、袁黎明、徐小明、梁太來 和張明華等等不能進路 看完整個show 一向出名的閹尖才子陶傑 又怎樣看香港電視的製作呢? 五個字,就是香港有得救 首先就是那些劇集 他這次真是利用了高清的IT特色 和格調耳目都一身 拍電視劇,為何我今晚一看這麼多的片段 覺得很shock呢? 因為已經二十年來 是適應了一套電視劇的模式 擺那些鏡位、色彩、人物等 哇,這次一看,完全那個實感和那個震撼 和我很清楚感覺到 香港新的一代的創作人 今次是破土而出 好像這個綜藝節目裏面 第一次看到火山岩漿那樣 那些岩漿是壓得太久 現在終於有機會可以爆發 作為廣告商的顏覆位 亦表示支持增發電視牌照 作為這個廣告商 作為一個觀眾 都是希望多些選擇 現在我自己都覺得 本地的電視台不夠多選擇 電台節目主持Terry 都說對新的免費電視台 有很大期望 我想一個新的電視台 可以多拍一些好劇給人看 不會像現在一些工廠模式的製作 不會輸給一些韓劇或者台劇 因為現在韓劇和台劇 給我的感覺是製作水準很高 劇本又寫得好 又有單機拍攝、實景拍攝 我覺得這些完全是香港 暫時未能看到的東西 希望接下來的新的免費電視 可以有些好一點的水準 製作的劇給我們看到 看來香港電視的節目 已經令到一眾名人引頸以待 希望政府可以快點發牌 這些這麼精彩的節目 可以盡快和大家見面吧